今晚的绿音继承者节目中 来到米兰的足球少年们 碰上了轴车劳顿带来的各种问题 伤病 体能不佳 种种问题都让主教练郝海东 忧心不已 为了让大家在休息时间能够尽量放松 领队王涛适时发挥出了 段子手的本质 刚刚临时加盟曼联 身价两毛钱 还是 当时曼联居住部的回应是 没让你掏钱就不错了 还带大家做起了造型 我们在米兰找了一家 特别酷的造型实验室 知道什么是外申吗 知道什么是时尚吗 你看 在这样一个时尚之路 你们穿的这样的大面 怎么能背着新米兰的这份时尚 你用正常的那个 说话的方式给大家再说一遍 放松过后 旅程继续 新的一天 大家来到了享誉世界足坛的一甲豪门 国际米兰足球俱乐部 国际米兰与AC米兰一起铸就了米兰城伟大的足球传奇 一半海水的梅亚塔球场就是国际米兰的家 世界顶级教练穆里尼奥曾在这里指教 他带领蓝黑军团在21世纪再创辉煌 09-10赛季国际米兰成就三冠王伟业 百年豪门再判高峰 初来乍到的绿音小球员们 这次则化身电视报道员 来参加这场在国民举办的八部会 不过正当大家一边讨论一边兴奋 等待球星到来的时候 有一个人却始终没有进入发布会现场 那孩子一直在训练各个的活动参加 都已经很辛苦了 一定要休息好 休息好才能训练好 咱们待会儿注意马上要开始了 担心小球员们状况的郝海东终于情绪爆发 事情究竟会如何发展 发布会是否能够顺利举行 小球员们之后还将见到哪些足坛大咖 一切为之 请请锁定今晚9点40分 浙江卫视 绿音集成者 鱼类工厂 兵集宝